各位弟兄姊妹,請聽我讀出今天的宣召經文。 經文記載在CP105篇1-3節。 經文這樣說,你們要清重耶穀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寸揚他的作為。 要向他唱詩歌頌,談論他一切奇妙的作為。要以他的聖名誇耀,尋求搖華的人,心中應當喚起。 請天父在今天的主日裏,萬邦萬族萬民,都要屈失苦福去敬拜你。 因為你就是那位自尊、自榮、色在、金在、永在的全能真神。 主要你配得一切榮耀、尊貴重贊。 今天,我們雖然在各人的家中,我們要藉著視像敬拜你。 但我們求聖靈引領我們,求聖靈充滿我們。 讓我們一刻間,我們無論是聽詩歌,我們要去聽神的話語。 主要你讓我們有一個專一的心,我們單單地仰望你。 從你的話語當中,你讓我們在生命上有教導,有更新,有改變。 我們也求你去記念我們教會每個頂姊妹的平安。 讓你的安慰臨到我們心裏,叫我們不要擔憂懼怕。 讓我們想到當洪水泛濫的時候,主你仍然是助著為王。 你是掌管一切萬物的主。 主,我們也記念一些病患者,無論在世界各地的疫情裏面, 現在非常嚴重。 但我們求你去醫治、憐憫、賜下安慰。 讓每個國家、每個人民,他們在病患恐懼當中, 能夠得著主賜給他們的平安。 主,我們將現在黑間我們的敬拜,我們恭敬地交在主的手裏面。 求你引領我們的心, 以致我們能夠有一個同心、合意、專一的敬拜你。 我們感謝你一切的恩典。 我們感謝你賜給我們的平安。 我們感謝你賜給我們今天, 我們能夠仍然可以好好地在家裏面去敬拜你。 我們感謝天父為同心的祈禱, 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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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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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生下来以后 因为看见孩子尽美 就把他藏了三个月 不怕王的命令 摩西当他出生 在婴儿的时候 神就已经拯救了他 所以摩西的名字的意思 就是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 神不单只拯救他 也都选择了他 但让他能够得到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让他从小在皇宫里 学习到一切的知识和学问 以好预备他将来能够去承担 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使命 当摩西长大之后 他亦恩着信 他选择了上帝 这是一个什么的选择呢 就是说 如果他选择留在埃及的皇宫 他不理会自己族人的受苦生死 继续去做一个埃及皇子的身份的时候 他仍然都是法老女的儿子 甚至乎他将来有机会去承继这个皇位 他一生就能够拥有最高的权力 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 但相反 如果他放弃这个身份 他选择做一个以色列人的话 他就会激怒法老 他会被逐出皇宫 遇下的一生 他就像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 去做一个奴隶 过着奴隶的生活 然而摩西恩着信 他就做了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令到他 在往后八十年的人生里面 完全地改变过来 我们知道摩西当时 岁小已经四十岁 他也是处于一个人生黄金的时期 那摩西 他应该从小就受到他母亲的教导 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份 是上帝的选文 他也都认同他的百姓的受苦 所以他宁愿选择与自己的同胞一切 也都不肯去享受罪终之乐 但等一会 今天神也都同样选择了我们每一个 神也都将我们在罪恶当中去拯救出来 赐给我们上帝以来的名分 神也都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去 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 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像摩西选择了神 或者选择我们愿意为神 要过一个真实信仰的生活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去学习 我们必须要自己下一个决心 主动的去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 这是我们的选择 如果我们说要行出神给我们的使命 要好好侍奉神 这个也都需要我们的选择 去可能放弃我们一些的喜好 愿意有所牺牲 就好像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 大德生牧师 他从英国远赴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 他就愿意放弃在英国一个很安逸的生活 他选择去到中国和中国人一起受苦 当时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 但是大德生牧师 却认同中国人去到一个地步 他曾经说 我若有千磅的英金 中国可以全数之取 我若有千条生命 不会留下一条不及中国 所以他一生五十二年 在中国里面去服侍 也都死在中国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 神将以色列的百姓 托付给摩西 藉着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也都将中国的百姓 托付给大德生牧师 让他在中国宣教 建立了中国的内地会 影响至今 神也都将外邦人的百姓 托付给保罗 因此保罗就能够将福音 传遍外邦人的地域 神同样今天都给我们 每一个人 有我们的百姓 托付 有没有想过 神给我们的百姓是什么的人 在哪里呢 其实当你愿意为一群人祈祷 你会为到一些群体感到关切 忧伤 你会对他们的需要很迫切的时候 这群人可能就是神托付给你的百姓 而且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 神也都可能会给我们有不同的百姓 或者今天神给你的百姓 就是你现在牧养着小组里面的祖缘 又或者一些你常常去为他们祈祷的人 他们很需要你的代讨 又或者是在社区的老人院当中 你要常常去探望他们 去关切他们 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人 或者儿童的工作 又或是在教会以外的一些社群 他们有特别的需要 就好像一些吸毒者 和无家的老叔者一样 甚至是可能在你的公司里面的同事 或者你所服务的一些户格 当你和他们在接触当中 你对他们很大负担 很大认同的时候 你在祖告里面会为到他们需要 感到很迫切 很关注的时候 就好像摩西 当看到百姓的受苦 那你就应该去服侍 这些百姓神给你的群体 接着我们就会去问一个问题 但是 摩西为什么可以做出一个 一般人是不会做一个的选择呢 希伯罗斯的作者在二十六节 告诉我们 在他看来 为着基督受的灵欲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如果我们以世人的欲望来看 摩西当时已经拥有 世上的权力和地位 他享有一切的财富和享乐 但是与此同时 摩西也听到自己百姓的哀号声 他看到自己的百姓 如何受到逼白而受苦 因此他就知道 如果他能够拯救到他自己的同胞 和现在所拥有埃及里面的财物 去比较的时候 他愿意像基督一样为神受苦 忠于自己的身份 和上帝给他的使命 因为摩西知道 这个才是他自己人生最高的价值 请姐妹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自己人生的价值 是建基于在一些什么的身上呢 可能很多人 他们的价值 是从他们地上所得到的成就 或者他们的成功 可以得到很多别人给他的掌声而来 有一个神学生 在马来西亚 他曾经是一个体操队的代表选手 他得奖无数 但是他却是活得很不开心 因为他家里面有九兄弟姐妹 而他是排行第八 而且他是一个女儿 也是个子很危少 因此他就常常被父母所忽略为往 为了要引人注意 他非常认真读书 他确实是学业名列前茂 也都在很多的运动的项目上面 他又很有结出的表现 但是有一天 他突然间两只脚失去了知觉 完全动不了 整整是有六个月的时间 神让他什么都做不到 但是后来 神又医治了他 让他能够又跑得翻又跳得倒 他在那一刻里 他醒不过来 他发觉原来过去 他是透过地上别人的掌声 而去追求自己的肯定和价值 这是错的 因为当所有的掌声都过去的时候 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些很短暂的回忆 他心里变得很感触 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叫做《永恒的心仪》 就是一会儿大家会听到这首的回忆诗歌 其实他从来没有学过音乐 或者连音符都不懂 但是圣灵却是感动他 就是写了这一首的诗歌 这一首诗歌 等于我们明白 人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不是只是为了享乐而去生活 而是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使命而去生活 这种生命的使命 并不需要我们像一些很伟大的人物 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呼召 因为这个就是本身我们神做我们的一个目的 享乐固然是没错 财富本身也没错 很多教徒甚至圣经里的人物 都是极其富有 但我们想到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享乐 去妨碍了我们行出神给我们应有的使命 这个才是最重要 因此我们要明白 基督徒我们的自我价值是不同世人 我们不是在乎在地上拥有有多少的东西 乃是在乎我们在天上将来 为得到神对我们有多少的肯定 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话 我知不知道我自己我的基督徒身份 是应该是带着使命而去生活 也许我仍然的活到好像世人一样 我只是一直的去追求一些的享受生活 是一些的享乐或者是财富 然后我们会看到摩西能够去做一个重要的人生的抉择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注视将来的掌赏 当我们读25到26节 我们会看到重复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字 就是汉字 摩西所看的不是眼前的事物和景况 摩西在地上已经拥有权力地位 财富和一切的享乐 但是他却是没有被这些一切而吸引了他 因为他所要得的是一个天上的赏赐 因为他也看到 即使他留在埃及 他拥有很多的物质的享受 很多的财宝也好 这个都是短暂 而他去认同自己百姓的受苦 选择神给他的使命 这个才会带来给他有永恒的价值 和将来的赏赐 所以将来的赏赐是远胜于任何 是一些很短暂的物质的东西 当天无论他选择放弃什么都好 他在永恒当中将来所得的奖赏 是一定是可以过于他所失去的一切 会然之 他的眼光是超越了他所能看到 也都期待对主的忠诚 而希望得到神给他的奖赏 在19世纪有位宣教士 叫做Henry Wollison 他在非洲侍奉宣教了有40年之久 当他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 刚好他就和当时罗斯福总统 坐在同一艘船上 当这个船进入美国的港口的时候 案上有成千上万的人 去欢迎这位罗斯福总统回到美国 而他却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 带着行李从旁边走过 他心里面很不开心 他觉得上帝很不公平 他跟神说 主啊我在非洲服侍了你40年之久 今天我回到自己的国家 却是没有人来去迎接我 而这个美国的总统 他只不过去了非洲 不过打死了几只鹿 回到美国却有这么多人去欢迎他 主啊你是不是很不公平 当他很落寞的时候 他独自行回家的时候 神就用了一个很微小的声音 对他说 他说孩子 你还没回到家 有一天你回到天上的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欢迎你的人潮 是远比这个总统要更多更多 所以鼎子会 这位宣教士的经历 也都让我们去明白去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信心的眼睛 才能够看到将来天上的上次 而不是只顾今天我们在地上 看到一些很短暂 活有永恒价值的事物 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 当我们去到第27节的经文 经文说 因若顺 窩西离开了埃及 不怕黄的愤怒 为什么窩西不怕黄的愤怒呢 事实上 埃及的法老王 是当时 是一个极具权力 而埃及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 窩西怕法老王 应该正常的 而希伯来斯的作者 给我们看到的答案 窩西为什么不怕法老王 是恩着信 并且窩西的信心 是能够使他坚定不移的 专注于神给他的使命 因此 窩西就能够去经历到 这个看不到的神 与他的同在 就好像看不到人 看不见的神一样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基督徒都知道 神给他们的使命 有给他们 要有很感动 要做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 我们却是很多时候 行不出来呢 害怕可能是大多数人的原因 例如就是说 当我想围到身边的人 去做一些事情 我会怕对方不领情 我很想去参与一些新的事奉 我又怕自己没有能力 我又怕自己做得不好 如果我想去想向人 传福音 我又怕丑 又怕对方不肯听 反而笑我们 就不似乎有时候 未明知自己 一些感情生活也好 工作生活也好 我们令到我们 不能够好好地 去跟随主的时候 但是我们又 不敢去做这个选择 我们很怕去失去了 现在的安逸和稳定 老实说 有哪一样是否是没有困难的 有时候 我们确实真的会做得不好 或者我们会做得失败 没有果效 好像我自己侍奉 我的港度 我的牧养关顾也好 我都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有很多做得不足够的时候 但是无论如何 总比怕失败 而不敢尝试 是更加好 其实人生最大的失败 就是因为我们怕失败 而什么都不去做 因此 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所欠缺的 正正是摩西的信心 摩西的信心 让他看到 不是那一个很可怕 有操控生杀大权的法老王 而是让他看到 那位不能见到的主 大家应该都见过 有一个这样的分享 他说他们空中飞人在练习的时候 下面是一个很巨大的安全网 虽然是这样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会很害怕 但是如何去克服这种恐惧呢 除非他们有跌下来的网上的经验 即是说 当他们跌下去的时候 他们就很真实地经历到 原来这个安全网 是很安全 可以托着他们 就算他跌下去的时候 都不会受伤 都不会有事 因此越多跌下去 这个网上的经历 他们就越不怕跌下去 因此他们就能够 很专心地去抓住 当过来的铅钞 或者接着对方的手 而训练出精彩的表演 你可以说 空中飞人对这个安全网的信心 就让他们产生了 作这个表演的勇气 其实摩西从一开始 接受他的使命之后 要怕的事情是很多 在摩西四十年的侍奉当中 他遇上了又多又大的困难 要让二百万的以色列人 是一个没有食水 没有食物的地方 特别是一个抗野 要存活四十年 是很难 他也要忍受百姓多次向他的抱怨 还有多次百姓叛逆神的时候 他要为他们代购 但是每一次困难的出现 都同时是神的出现 神的出现是帮助摩西 去解决一些他做不到 和他做得不好的事情 神就是好像摩西的安全网一样 当每次经历神的真实 摩西知道神是会接住的时候 他就能够在四十年当中 堅忍到底 同样今天 当我们要去行出神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一些侍奉的工作的时候 总有这一位神 这位神是看不见的神 好似这个安全网一样 将你接住 就是说 当我们越做得 越多做得不好的时候 就会越多经历神的出手 我们就能够经历到 原来这位安全可靠的神 祂是会随时的帮助我们 这个时候 就能够让你不需要惊 克服你所惧怕 你就能够好好地专心 做好神给你的使命 做好神要你做的事情 最后我们看二十八节 摩西的信心 他经历了一个很精彩的人生 二十八节说 他因着信就立如意测 和洒血的礼 免得那灭掌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如月节是神降比埃及十灾 里面最高峰 也是神对以色列人 一个伟大的拯救 这个在旧日当中 是最具意表 新约里面基督的救人 摩西因约信 他就能够经历了 一个这么伟大的拯救 当我们去总结 摩西的下半生的时候 他因着信 他选择了离开埃及 往后四十年里面 在旷野当中去牧羊 这段日子好像在人的眼中 是很消极 是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在神的时间表里面 摩西精彩的人生 在最后这四十年 才刚刚的开始 他在四十年 抗野的经历 是在他皇宫里面 和牧羊的时候 是不会发生 看到 他行过很伟大的神迹 他叫红海分开 他看到神 供应玛拿和鸩春 给以色列人 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 打败这些亚马力人 他可以将苦水变甜 在盆石里面出水 神的荣耀 也都在西乃山上 向他显现 将戒命颁布给他 这个一切一切 都是他自己 一个一个信心 而 这是一个精彩的经历 一切都是从他 因着信的决定去开始 顶展会 圣经 写下这些 见证人的事迹 不是要 只是让我们看到 羡慕 或者看到一个人的 传奇生活 第一章是圣经 它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 跟窩室一样 我们有信心的决定 当我们要去选择神 行出神 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 跟窩室一样 有这些精彩的人生的经历 今天你怎样去做决定 就是你有多大的信心 我愿神帮助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是走在 神永恒的心意当中 切天父 我们知道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有时我们的信心 真是很缺乏 或者我们很软弱 我们只是看到 眼前的一些困难 一些环境 我们很多时候很害怕 害怕很多事情 特别 当神你要去 我们应该承担的 一些工作 一些事奉的时候 我们怕我们自己 没有能力 我们不足够 神让我们求你 借着摩西的一生 去做罪你一个人生的抉择 你让我们看到 神你是一直的 以为同在 你就是他这个安全王 主要我们知道 我们不需要比较 我们不需要 去追求一些很伟大的使命 但在我们人生的当中 我们总会来交托一些人 给我们好好地服侍 尽我们的能力 尽我们的心意 能够去帮助别人 去见证你 主要我们求你 去给我们今天 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 你激励我们的人生 激励我们的信心 给我们能够勇敢 作为一个抉择 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 去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精彩基督徒的人生 让我们都能够行出 神给我们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计划 你要我们做作的事情 好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得到 将来天上你对我们的赏赐 让我们感谢你 为同心的祈祷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好等姐妹我们下星期再见 祝祝把永恒 刻印在我的心上 把你永恒的心 也放在我心房 梦恒的生命 愿为你定在十家上 好开始树融化 和一切纠缠 和一切纠缠 求主的自我 一双顺负的翅膀 能顺着圣灵带领自由 偶像 求主带我到 求主带我到 平成更高的地方 带我去学阳 永恒 生命争 永恒的生命争 让我孤独 感谢上歌的红唱 心上的灵盘 不足地走向 年光 让我上当 充满出爱的忧伤 愿为主席 愿让圣灵带领 愿让圣灵带领 只有好笑 求主的过道 平成更高的地方 带我去学阳 永恒生命争 愿让圣灵带领 生爱是人 生责将他度圣赐 赐给他们 赐给他们 他们 他们 让孤独 让孤独 感谢上的歌唱 世上的灵魂 不足地走向灭亡 让我抚弹 充满出爱的忧伤 也会出血样 去血样生命彷徨 让我抚弹 感觉受恶的奥仓 世上的灵魂 不足地走向灭亡 让我抚弹 充满出爱的忧伤 愿会出血样 去血样生命彷徨 愿会出血样 去血样生命彷徨 愿会出血样 去血样生命彷徨 欺职 禅魂 神联 民� battles 愿意 然 个美 Muslims 优优 请念我读出本月的金句 glory haben 神是我的请求 我依求祂 并不懘怕 因为 主耶鸫画 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他日成了我的请教 以彩下书十二章二节 我们同心领受上帝的赐福和祂所赐的平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祢,保护祢 愿耶和华使祂的念光照祢 赐恩给祢 愿耶和华向祢仰念 赐祢平安 阿们